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河的地方它会出起来 嗯 但是只要给它在外层 就不会感到不舒服 只是相对来说不美观而已 他们想不美观 这些是一个设计 现在比 这边比这个舒服多了 没有对比它感觉不出来 有了对比以后 这边舒服多了 这个虽然长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因为它比较硬 弄起来还是会有气脑的感觉 很柔软 这个的话是心口的问题 以后再把柿子和衣服的主体 全部缝合起来 就是一件衣服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好松 把新带的给它缝合起 我现在把这个袖子已经连起来了 我现在把这个袖子已经连起来了 把这个绑在这里 然后它就刚好缝上了 现在把肩膀上面的这一块给它缝上去 这样子就把它缝起来了 我需要缝两个肩膀 然后需要缝两个袖子 一整件打的话 一来是因为我的这个针它不够长 还有就是每个地方它的大小不一样 一整件打的话 如果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需要把它拆掉重新再打 我把它分成了几块 袖子 肩膀 还有腰部 都单独打 这样每个地方都可以边量边打 它的大小就不会差别很大 再把它拼接到一起 这样做可以减少它出差错的概率 也可以节省时间 如果它交接的地方是很明显的 有一道缝线 现在衣服就做好了 我担心穿的时候不方便 所以我领口留的比较大 我现在要做两根线 可以把领口给它绑起来 这个刀用起来还是蛮功利的 不过它混得也很快 不过它混得也很快 只要扛东西几块 只要扛东西几块以后 它就会变冻 就需要经常的扛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涨火的时候没有把它涨好 然后这个地方不吃摸 要吃的时候 所以只要炖了就可以摸 就足一点长 已经到手指关节的部位了 小的时候买衣服 家里人总是说要买大一号 因为一直在长个子 应该已经不长个子了 但是我害怕穿的时候 它会活动的不自如 所以我就把它 在原本的基础上放大了一点 但没想到放的太大了 这个腰的部位 藏出来了这么多 至少有二十多厘米 上面到处都是线坡 不过活动还是很自如的 也许可以把设计捡起来 穿着还挺软的 这样冻 也没有刺痛感 啊 挺不错 就是有点大了 我做了一个铺腿 这次做成长铺以后 之后走路就不会划伤我的腿了 不过还是做大了 竟然长得这么多 我还是想把它做成新生的 影响到做成了破腿的 我可能需要在脚的部位 这里扎一根绳子 这样的话它大一点长一点 也不会影响我走路 我现在把它缝起来 我好了 在哪里 在哪里 我们应该买个你 会增做的 这个冬季 不过 这就是 我们的说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两天一直在打马线 一直在做猫鱼 都已经开始在吃我祖孙的鱼了 这个屁股所的旁边我都已经走出来一条路了 这些树叶都还是绿色的 但是全部都落了 而且落得比较急东 基本上是一堆的 这种情况不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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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已经成型了的肥皂 这个就是已经成型了的肥皂 感觉泡沫灰放少了 有一些泡沫灰的肥皂 有一些泡沫 但是糖木灰的比例应该是有点少 食物效果不是很理想 下次做的时候应该适当提高糖木灰的比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